好来看到花莲县政府端午节返乡专车二列次 返乡时间是6月21号7点37分台北站发车直达花莲站 返工时间是6月25号2点16分花莲站发车直达台北站 从5月31号的中午12点到6月1号下午4点 由花莲县政府全球资讯网热门连结 112年端午节返乡专车订票登载资料订票 今年端午假期连续假期长达4天 花莲县政府能继续办理返乡专车 两位现实的花莲县民能够顺利返乡团聚 花莲县政府端午节返乡专车共两列次 返乡时间是6月21号19点37分台北站发车直达花莲站 返乡时间是6月25号下午2点16分花莲站发车直达台北 凡据花莲县民资格其配偶 直系学青以及配偶或非花莲县民当花莲工作者 直系学青及其配偶 皆可以在5月31号12点到6月1号下午4点 由花莲县政府全球资讯网站热门连结 112年度端午节返乡专车订票 登载资料订票 今年度的端午假节总共有4天的假期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都能够返乡 获得返工非常的顺利 花莲县政府民政处特别提供了返乡返工的专车 就在5月31号的中午12点到6月1号下午的4点 这段期间大家都可以透过花莲县政府的全球网站 大家可以上面先做网络的预约 那希望我们所有的乡亲好朋友能够把握时间 然后上网去做预约 专车为实名制县本人大乘 并依个人资料保护法规定乘车证上登载乘车人姓名 以及身份证字号 机器民众在取票以及乘车的时候 能够出示所有乘车人身份证明文件 工县府人员和验或爱新票者需被证明 经过购票办理后书不退费 相关资讯可以上花莲县政府全球资讯网站查询 记得Join 欢迎视频道